現在繼續介紹這場男子單打比賽 面對型的目的是周蘭孫 對著面的是張雪林 周蘭孫有重炮手之稱 他的正手攻球力量特別強 他的成績是1961年 世界錦標賽的男子雙打貴軍 1965年也得到世界錦標賽 男子單打貴軍和男子雙打貴軍 他的打法是以錦球為主 搞這個旋轉變化 有魔術士之稱 你看他的板手錦球是很特別的 他的直板能夠錦到這麼低的錦 全世界只有他一個 他的特點就是 插板的方法就是 就是要把手錦標賽的方法 就是要把手錦標賽 他的手錦就是貼著板邊 後面的山手錦就是 貼著板背來錦球 所以錦球過去就特別轉 現在成績就是張雪林領先 繼續發球 張雪林的特點就是步法很好 前後左右步都威脅不到他的 周蘭孫就以拉弓為主 所謂扔扔散 就看準機會來扣殺 因為張雪林的旋轉球很強 所以周蘭孫就有時放個短球 張雪林一看準之下就反攻 這球球很漂亮 一個假身打個斜線就又贏到一分 我們看兩位老將的作戰精神面貌 非常之好 非常之認真 雖然是表演賽 也好像打比賽一樣 因為他這種表演賽就是經常打的 作為一個好的榜樣 因為有很多年輕的球員在看這場比賽 我記得在這個女子世界冠軍 確診我也是1979年 就是得到這個女子世界冠軍 是張雪林的徒弟來的 也是打長膠 也是削中帶攻的 我們看看張雪林的步法很漂亮 他不方不亡 走位就很定 等那個球掉下來才是削的 就不是琴琴琴的 有時就是一板推擋 就令對方很容易失誤的 周蘭孫被張雪林搞到這個時候變回 就變回了 周蘭孫現在吃一個武西球 就拉出界 周蘭孫現在的徒弟就很多 他負責女士隊教練 著名的球員 就有這個世界冠軍 是曹燕華 我看到也是他負責指導的 這個球很漂亮 張雪林是削得很好 他沒有一個轉身 可惜那個球就緊緊 就不過網 周蘭孫現在的反手發球 也是打這個丟丟殺為主 球球就拉那個球過去 就沒有旋轉 所以張雪林就是估計錯誤 就削落網了 轉發球繼續發球 張雪林的反手就為主 削著很漂亮 再一個 再扣一板 很重 這個球打到桌 圍板那邊那麼遠 雖然放一個短球 但是張雪林也有步法很好 看他退兩步就走回來了 這個長膠也用得很好 一推之下 那個球就帶有上旋 周蘭孫就是 手腕轉得不靈活 一推之下就出了界 然後張雪林發球 張雪林的削球就很低 因為削得太高 就很容易被周蘭孫 一個扣殺就輸了 把直線長球 繼續搞這個旋轉變法 這個球很厲害 再上一板 那個球可惜 就大力了就出了界 因為周蘭孫的扣殺就很厲害 有重炮手之稱 剛才張雪林發球 沒有轉的球 周蘭孫就拉出界 這個長膠 如果周蘭孫拉那個球 沒有轉 張雪林削球過去也沒有轉 所以周蘭孫剛才打出界 這球球是有勢 用力削過去 再一個直線 很漂亮 張雪林削得很好 可惜球的角度太大了 可能那個年紀關係 那個步伐就拉不上去 所以就是 削得出界 繼續發球 周蘭孫是削得很好 這球球 很漂亮 這球球 周蘭孫是一個走位 跳過來 用反手一踢之下 又會贏得多分 如果這球球 他用力打過去 被周蘭孫打過去 這球球就會輸 這球球 繼續攻 周蘭孫就很聰明 現在打兩邊大角度 令到張雪林 疲於斌命之下失分 這球球很漂亮 用反手一個扣 又得到分 張雪林二就看他 反手球比以前 反而更好些 可能那球太高的關係 看他抽得很漂亮 繼續 周蘭孫是打著他反手為主 因為張雪林 正反手也是這麼好的 正手比較轉 所以打著反手為主 周蘭孫就繼續 用他的搶攻 再扣一板 一個轉身很漂亮 兩個轉身 第三個 他以為是轉身 好可惜打到直線球之下 反斷錯誤 就被周蘭孫贏了分 現在的形勢 周蘭孫在領先 張雪林想著 長期防守不化算 所以偶爾突經一板 剛才又得到分 周蘭孫繼續扣殺 再拉弓 一個扣殺 他的前臂大腿用得很好 時間很好 所以扣殺得很漂亮 再一個斜線之下 又得到分 現在張雪林先休息一下 因為這球球球實在太辛苦了 相信他現在的年紀也有四五十歲了 因為我們看二十多年前看他打球 已經知道他正在打球了 現在張雪林先休息一下 還想一下 看看用甚麼戰術來 來贏這一場球 繼續發球 一轉一轉 這球球博了 很可惜打出界了 轉發球 張雪林發球 反手 一開個長球 可惜球球打出界 比賽結果周蘭孫 以21比14 就贏了這一球